小燕子 一定是误会了 今天明摆在那儿 就是刺探我们一下 皇上每次就只想到尔康 总是把我这个做弟弟的 给忽略掉了 要止婚 也不一定要止给尔康 止给我 不是皆大欢喜吗 你们不要着急 改天我向皇上秉明心机 让皇上把小燕子止给我 解除尔康的危机 什么心机 什么心机 尔泰 你什么时候看小燕子 有这个默契的 什么默契 尔康有难 做弟弟的不挺身而出 那要怎么办的 小燕子总不能先 抢了紫薇的爹 再抢了紫薇的心上人吧 好好好 就这么办 尔泰要说就得快呀 小燕子嫁成了你 大家还是一家人 这样好 她和紫薇 由姐妹变成了轴隶 这一辈子再也不用分开了 我许小燕子也会喜欢的 这样再好也不过了 谢谢 好什么好啊 你们两个都把我给忘了 是不是啊 吴阿哥 我总算把你心里面的话 给逼出来了 吴阿哥 你不行啊 你是小燕子的兄长吧 现在 我们不是在努力 可以让他们各归各位吗 等到他们各归各位的时候 我就不是兄长了啊 事实上 根本就不是兄长嘛 就是因为我知道不是兄长 才没有约束自己的感情啊 这有点麻烦 什么麻烦啊 除非 你用阿哥的身份命令我不加入战争 否则 我们只好各凭本领 二泰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种情况还不够复杂 你们还在这搅和 二泰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认真了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你不是唯一的君子啊 二泰 你明知道我没有办法用阿哥的身份来命令你 这些年来 我们情同手足 这份友谊对我而言实在太珍贵了 好 我退出 只有你去表明心机 才会快刀斩乱马 我就死了心认了命 当这个莫名其妙的兄长吧 吴阿哥 谢谢你这几句话 对我也太珍贵了 但是 这样的割舍 你会不会很心痛呢 你去问一问尔康 割舍掉紫薇会不会很心痛呢 既然和你情同手足 我怎么忍心夺人所爱呢 你这什么意思 有你这一番话 我就心甘情愿做你的跟班了 事实上 我老早就知道你对小燕子的感情 老早就退出了战争 因为我发现呢 小燕子只有对你说话的时候 才会脸红 是吗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会脸红 那代表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代表什么 我只知道 如果他对我说话会脸红 我才不会把他让给你呢 二太 你是诚心说这些 不因为我是阿哥 我是诚心的 不因为你是阿哥 好了好了 我们先把混沌的感情局面先弄清楚 再来商量以后的大事吧 二太 承让我 我会谢你一生的 你们不要谢了谢去了 我听得更烦了 吴阿哥 你这是一个遥远的梦 想想看 他现在是还珠格格 和你有兄妹的名分 什么都不要谈 如果有一天他不是还珠格格了 他就是平民女子 你贵为阿哥 皇上怎么会把你配一个平民女子呢 除非你受她做一个小妾 可是小燕子虽然出身贫寒 言谈之间 对女子的权利非常维护 恐怕不会甘愿做人家的小老婆吧 是啊 是啊 这是一个遥远的梦 有梦总比没梦好 不是有句成语 美梦成真吧 大家走着瞧吧 哪知道美梦不会成真的 这下叫皇上不乱点鸳鸯谱 更难了